去年的时候我们的Super本虽然很大 但是都没有长包子叶 然后今年我们的几颗Super本都长包子叶了 这个是其中的一颗超级大 然后这是另外一颗 它长了两个包子叶 虽然它体积比刚刚那个小一点 但是长了两个包子叶 而且长得都非常的长 这个Super本要长这么大 还是挺花时间的 之前一直还想它怎么还不长包子叶 还不长包子叶 今年一下子好几个Super本都长包子叶了 这个叶子还是很新 这颗是我们上述的Super本 就巨大鹿角角 你看它左边这个包子叶 已经长出来了 右边那个是新长出来的 还很小 你看哈 根本我们再对比一下 它底下这个是小巨大 对吧 然后它旁边这个呢 也是个巨大鹿角角 可以看一下 已经长了一个包子叶了 长得还挺大的 这个巨大鹿角角旁边怎么还长了一个杂草 扒了 草都长到这个里面去 这个是新的叶子 还有新的芽要冒出来 巨大鹿角角的营养叶上 也是有这种白颜色的毛 我就用那个4K的相机应该能拍出来 你看这个毛 这掉下来 就是真的有白颜色的毛 还有黑颜色的这个蟹 这是营养鱼哈 它的包子叶 这样子也是有白毛的 这个鹿角角在泰国长起来 还是很快的 估计下半年的时候 这个会长得非常的壮观了 我们卖的巨大鹿角角不是这么大的 是我们卖的是比较小的巨大鹿角角 就是长了一年的那种 其实从包子来算的话 应该是整整两年了 不是这么大的 这个是小苏婆婆 还没开始长包子叶